如何做不易康乃星 康乃星是母爱的象征 世上没有无母之人 康乃星也就成了无人不爱之花 今天几分钟网就来教你做不易康乃星 你将需要 直径13厘米大小的圆形印花花瓣棉布四块 绿色纸藤适量 绿色粗铁丝一根 绿色细铁丝两根 绿色纸胶布 针线 水削笔 剪刀 胶水 第一步 将圆形花瓣棉布的四周剪成锯齿状 内侧画一个直径6厘米的圆 平均剪出8个芽口 到内侧圆处 到内侧圆处 葱区 9分钟 3分钟 30分钟 3分钟 焦点 鲜石 1分钟 提示,为了方便演示,此处用水箫笔画出,大家可以选择不画 第二步,将花瓣布中间的内侧圆用平针缝一圈 交线拉紧 花朵的底部缠上线 打结固定 第三步,同样的方法制作四朵花瓣,将铁丝顶端扭弯 插入一朵花瓣中 并将剩下的花瓣组合在铁丝顶端,缝合固定 花瓣 第四步,在绿色纸藤上剪出6厘米乘4厘米大小的长方形,用作花鳄 在花鳄的长边剪出锯齿 第五步,在花鳄上涂上浇水后 将花鳄包住花的底部,揉紧 将花鳄包住花的底部,揉紧 整理一下 第六步,在绿色纸藤上剪出两片叶子 在一片叶子上涂上胶水 中间夹入细铁丝后 与另外一片叶子粘合 同样的方法制作四片叶子 提示 叶子可以做两片小厚的,两片大厚的 第七步 将叶子的铁丝缠在花茎上 然后再用一片叶子的铁丝 用纸胶布缠一圈 这样一朵康乃馨就做好了 你知道吗 1934年5月 美国首次发行母亲节邮票 由此康乃馨也更加出名